要知道贪官藏钱的花样很多 就连奶奶的骨灰坛 他们都不放过 甚至还有人把现金藏到了牛肚子里 牛要是拉洗了 直接拉出一会儿钱 为了整治这帮贪官 印度想了个独树一帜的办法 也就是当时非常轰动的费草令 让贪官们的现金变成废子 今天整一部没多少人看过的电影 2021年的印度喜剧 现金 印度的官员非常腐败 不论职位大小 四个官就贪 抓都抓不完 印度高层就想了个好招 直接颁布了费草令 大便值的现金 一个月后全部作废 一个月内 人们可以把钱存到银行 但是必须说明资金来源 贪官们的钱没法存呢 有的干脆直接就烧了 把钱存到了地府 而随着费草令的颁布 阿强发现了个商机 当时就成立了个洗钱公司 帮人把黑钱洗干净 每次收取20%的佣金 一个月内 他要翻身成为富豪 他的第一个客户是个叔叔 一个海关的质检员 阿强把钱分给了街坊们 每个人分个五万十万的 让他们找个理由 把钱存到银行 他们能得到5%的佣金 存到银行的钱 有30天的冷冻期 时间一到 这钱就洗白了 就这样 叔叔的200万 一上午的功夫就搞定了 阿强还做了个专业PPT 向叔叔汇报工作 现在阿强在叔叔眼里 就宛如他的债城父母啊 阿强让叔叔帮他联系业务 毕竟他们都是贪官 肯定有业务需要 那叔叔也不负众望 直接给他联系了个大伙 贪官们的钱都藏在哪 沙发里 书架里 奶奶的骨盔坛里 甚至是面包机里 随便凑一凑 就整了5000万 他们要在费超廷之前 把这笔钱洗干净 阿强特意租了个房子 放钱 还是用老方法 给该方邻居一人分五万 让他们存一行 但邻居们实在存不了了 这次 他们都存了100来万了 再存肯定就露馅了 于是阿强想了个好刀 去金店买黄金 邻居们又开始洗些金店 但这么多大个现金 金店也不卖给他们了 于是阿强又让他们排队买车票 直接包整辆火车 回头再从网上退票 这样 钱就能直接退回银行账户里 但这样还是不够 他们又排队去外币兑换所 把钱全都换成美金 但每个人有金额限制 他们甚至还去商场 把钱变成了购物卡 能用的招 他们全用了 但就算这样 他们还有25厘米的现金 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找专业团队了 那不愧是专业团队 就连大门 都有人脸识别系统 这个人叫洗衣机 行内最专业的洗钱专家 但他也要20的手续费 和阿强的收费一样 阿强同意了 毕竟自己都赚一半了 只要能完成任务就好 几个人回去求钱 结果一开门 屋里发大水了 这下真成洗钱了 好不容易晾干了 他们把钱送到了洗衣机那 双方约定 半个月后来取干净的钱 阿强心想 这下终于轻松了 但没想到 变故又来了 本来是帮叔叔洗钱 收20的佣金 但没想到 叔叔是个中间商 这笔钱是个一元的 叔叔收了40的佣金 而一元现在又用钱选举 让他们把钱还回来 阿强说 他们洗钱都是合法途径 需要一个月的冷冻期 那一元可等不了 不还钱 就拔掉他女朋友的牙 虽然阿强想体验一下 女朋友没牙的感觉 但还是有点舍不得 不行就赔钱 把外包的一半拿回来吧 但没成想 他找的洗钱专家 被警察抓了 警察让他供出同伙 还说 自己熟读满清十大酷刑 于是 他可能买的是 盗版的十大酷刑 但也非常有效 洗钱专家供出了阿强 而阿强 还不断的被一元威胁 那实在没招了 总不能用老爸的验照去卖钱吧 不行就跑路吧 结果洗钱专家 把警察带来了 那这警察非常正直 发誓 要打击所有贪官 目前已经收缴账款 9.8个亿 还差2000万 自己就是十一探长了 阿强一听 这警察是个官迷啊 就是说一元是个大谈 把他查了 肯定能超过十一 警察说他也知道 但他没证据 于是 阿强说了自己的计划 他让警察借给他5000万 然后把他钱还给了一元 那一元一看 阿强是真有本事 于是又拿了一笔钱 让他洗白 阿强就说 那这钱得数一下 那不仅数 还得分单算号 主要是为警察争取时间 于是 一元成功落马了 但问题来了 距离十一探长 还差三万块钱 阿强看了一眼 自己的叔叔 好歹也是个官 来 贡献三万 探长完成了目标 非常开心 算他们代罪立功 当场释放 而你还记得 阿强洗钱的方式吗 他让邻居用小格 把钱存进了银行 而这笔钱 有一个月冷冻期 并且 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购物卡 这场反贪风暴 他才是人生赢家呀 那么这就要这吧 咱们下期见 默默大